大学时期在族群关系与文化学系就读 当时接触许多原住民朋友 努力学习保存自身的文化 所以展开在花莲的客家研究调查 进一步运用人类学士的田野工作 前往香港进行客家研究 同时认真仔细地记录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故事 我认为我是一个认真努力善用资源 且保持积极的人 但也要随时警惕自己要有心怀感激谨慎谦虚的态度 才会是一个大人该有的风范与气度 台湾好 今天我们在台湾上有什么语言法 收拾班的乘命运 今天我们在饭气度里落到这片池的本大海共议行的全球赫家传料给法 今天我们的题目下 客观香港 重征会客家教区民族自影像记录 不好意思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永败于香港 就是香港大家可能理解说香港有客家人吗 我告诉大家有的 香港现在目前大概700多万人 那依照比较广义的比例去换算的话 大概现在120多万的客家人 可是我接触到客家人其实已经大部分 可能就像我们台湾一样 其实已经没说什么了 我到那边做研究的时候 老去说什么了 我要跟他讲讲英文 讲广东话 要跟他讲粤语 那为什么就是香港会这么重要呢 可是现在为什么变得客家人已经渐渐的不见了 但原因是因为当时在英国殖民的时候 背景其实有传教士 他们要到大陆去传教的时候 可是因为当时在1967年是禁教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到香港或像台湾 这些华人以外的社会去接触 就是这些传教的福音的过程 那客家人当时就是传教士 一个首要的一个对象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理解的 Hakka跟Hakka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来自于香港 那老基督教也有个关系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基督教其实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 就是它是一个传教的一个过程 那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来自瑞士跟德国 一个交界的一个叫巴色会的一个教会 它在1847年的时候进入了香港 那它在1852年的时候就建立了 大家现在看到这一个香港限定的 应该说香港的一个一级的古迹 那它叫做Guyenton 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 用伴很重要的 去的铁杂用学法就串教的教会 它是一个第一个用客家话传教的教会 但是我现在去的时候 现在大家看到也过了大概一百多年 可是现在其实已经改用普通话做传教了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背景 其实人类学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研究人类的学科 但是这是一个广义的比较广义的说法 那其实它分为语言 口谷 体质跟文化人类学 那其实我做的就是文化人类学 其实我就是在做文化人类学 那其实我们关注的就是一个 马卡海文化 那就像我们大家现在理解的 我是客家人和亨因 那我是做客家文化的这个研究 所以我们会用天然共种 还有川语观察去做一个 我们的一个研究的方法 那最后我们可能会产出一个叫做 民族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一本书 那像我这一次执行计划是一个短片 是一个30分钟的短片 那就是一个民族之影像的一个记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本是 现在美国人类学家 Niko Constable 他写的一个博士论文 叫做基督徒心灵与华人精神 他是谈香港的一个客家社区 那也就是我这一次去香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他当时就是研究这边的客家人 OK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一个月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天然工作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长时间 而且需要比较深入地方性的一种研究 那可能有别于我们现在可能常听到的 什么问卷啊 或者是一些访谈 那我们这个研究方法 其实是比较强调 我们是要在这个地方要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的照片 就是我在香港 就是读书找资料 然后剪影片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 它是位于旺角的一个老公寓 那我后面会再介绍到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系 我们是要跟人 我接触的是人嘛 那我接触的是客家人 所以我要很重要去跟他们 就是我要一直跟他们的 不断地聊天 然后不断地接触 然后还要我要去拍摄 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以及他们现在居住的一些环境 所以我就是在不停地观察 聊天跟记录的这个过程中 完成了我一整个月 在香港初步的田野工作 那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 就是那个从前堂 就是那本基督教的民族字 它的一个地方 那我现在是到了这个地方 去访查这一位廖先生 那他有跟我用大概一半以上的客家话去谈 可是因为他好像讲的是 武华腔 廖要讲的 所以可能有一点点上误差 所以我大部分还是用普通话或粤语 跟他去对谈 那这边就是我到香港中文大学的 那个基督教的学院的一个 行福真院长 跟他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很有趣的是 院长他给我的一份 就是香港有关坟墓 有关有埋客家人 以及埋当时就是传教士的一个记录 他有给我 所以我后面也会去了坟墓 那这边可以看到 像这张照片其实非常的有意义 那这一位是香港很重要的一位黄石华老先生 那当时他在我去年8月的时候到香港 那他是104岁 那当时他还是非常的硬朗 就是跟我们聊 跟他谈 他以前做过香港客家的一个研究 那他其实是香港客属总会的一个会长 他是荣誉会会长 他是非常的德高望重的一位长者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 他在今年就是小年夜的时候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就过世了 105岁的时候过世 所以其实这个让我体会到 就是其实在做人类学的这个亭工作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很大的时间 其实都在跟时间赛跑 其实我们在不断地做记录 不断地去遇到 然后不断地去了解别人 以及不断地去了解自己 以及去了解地方 那像这一个照片呢 就是也是到一个客家庄 他叫林村 他在大浦林村 那这一个是南花浦的一个村长 那这位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协同的报导人 所以我们就在问他这个地方 当时跟客家人有关的一些生活情况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的照片 那我再稍微简介一下 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那其实香港大家可能知道 分为港岛九龙跟新界 那其实三个地方 我几乎在整个月内都拼命地跑 找出晚归的 那我也去了这三个地方 不停地找资料 包括了图书馆 档案馆以及博物馆 那我还有去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凤水 就是这个地方 是墓地 我后面会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在香港的档案馆 找到的一份很重要的 叫做德华说望报的一个资料 那据香港的刚刚我那个 重新学院的院长 欣甫甄老师说 现在全世界可能只剩下两套 其中一套就是在香港 那有一套是在瑞士 那这一套书已经100多岁 1991年的时候出刊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在翻语的时候 其实都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它非常的脆弱 因为它一不小心都会破掉 那它当时就记载了 在香港地区 对于香港的本地人 香港的客家人的传教的一些过程 好 那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去的那个坟墓 那左上角的这一个就是在 新界坟岭的一个 算是教徒的一个坟墓墓地 那他们其实是埋葬的一些信仰 基督教的一些客家人 都埋在这边 那这一位其实就是非常 客家研究中非常有名的一位教授 叫罗湘林 那跟他的妻子就是埋葬在这个墓地 那我还特地到这边去找一些 相关的资料以及照片 那这边就是在香港跑马地 港岛跑马地的一个基督教坟场 那这边比较不一样 这边不是埋教徒 这边是埋的是传教士 就是在香港当时对于客家人传教 那一批传教士 大概我那时候找到有七位 是埋在这边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体会到什么东西 其实天然工作呢 其实就像我这边写到 其实它是一个过程 那其实它是一个了解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想要强调就是 像台湾这个地方 以及香港这个地方的不同 那其实像台湾的例子 其实非常有趣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 现在台湾的客家 这个意识的兴起 其实是在1988年的时候 客家换我们运动 当时是有一票的客家人走上街头 抗争说 我们需要还我们客家化 那接着呢 一些政策化 一些体制化的东西进来之后呢 成就了像客家电视台 像客家委员会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性的推动呢 导致现在在台湾客家这一块 其实非常的蓬勃发展 其实就像我们看到的 我们客家这一辈的 侯丧民 全部都已经能展露头角 我们有一个舞台 可以去展现一些 我们在做的一些成果 可是我在这一整年的过程中 我不断读香港的客家 研究的一些过程 我发现其实香港 它其实渐渐的在客家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示威 那根据2011年的一个客家 香港的一些方言调查 那其实香港用客家化人的比例 已经非常的低 已经少过大概 可能只有五六%而已 而且大部分都是处于是像星界 就是我刚刚看到那边 比较北边靠近大陆 那个地方的一些老人 才会用客家化 那其实像我们理解 像我们常去的港岛的 那个什么铜锣湾 上环 湾仔这些地方 也许有客家人 也许你接触到的一些族群 可能他说 他的祖籍是来自广东梅县 武华 布吉 或者是张春 连坑这些地方 但是他们其实 不太会说客家化 或者是他们对于客家 这个意思的理解 可能没有这么重要 那可能他们会认为说 我是一个香港人 可能比较重要 所以其实让我注意到 台湾跟香港这两地的 其实一个不同 其实就是有 台湾是一个 有一个建制化的一个过程 是我们有一些政府政策 甚至是一些机关 甚至一些像我现在读的 客家学院的一些研究者 进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让我们有些更多机会 去看见客家 那可能香港这一块 所以我的题目谈客观香港 为什么我要谈客观 其实这个客观其实就是 我希望让大家多一点人 理解到说 香港也是有客家人 那也许是在 基督教教区里面 那也许还有一些 我可能没有走访到的一些 比较偏远的一些村落 那我是觉得 透过我这一段的体会 其实我也是要跟 现在不管是客家族群 或是非客家族群的年轻人也好 其实我们如果可以去走一刻 自己属于自己的田野工作 那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 长时间的了解这个地方 甚至是去接触到 这边的不同的族群 那这就是所谓的 第一次的文化相遇 那我的文化相遇 就是在香港 我才意识到说 原来我在台湾成长的 这一套的背景 甚至是台湾的这些经验 其实拿到香港的这个脉络 去看的时候 去发现 哇 原来这么的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可以在 天野工作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一个记录的任何时刻 不管是你用影像记录 文字记录 那我还会同时伴随着影像记录 这个核心的价值是在于说 其实你应该要去理解一下说 其实我们自己在人生的路途中的规划 甚至是在你现在人生的生活中 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这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重心可能是要放在 就是我们不应该把 一个客家的概念 视为理所当然 虽然现在台湾的一个 这个客家的概念的整体的想象 也许已经出来了 但是其实就我自己的经验 我到了香港 我相信如果我接下来到了 持续继续在香港持续做 也许我会往大陆做 也许我会往东南亚 也许我会到沙巴 到沙拉越 这些客家的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我相信在比较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也会意识到 就是其实客家这个族群 其实跟世界各地的客家族群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身为一个客家的子弟 那我现在呢 去了解我自己的文化的一个背景 去认识一个到底什么是客家人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才意识到说 越来越松动 原本我可能认为 我会和你 我会说哈法 我会做东西 我在主动长大 那我们可能会从天窜 我们会像最近现在的天窜日 全国客家日 那我可能小时候在经历这一些 可是才发现到了花莲的时候 有原住民朋友 发现不一样了 那我接下来到了香港之后 也许遇到客家人 可是发现更不一样 所以其实走出去看世界这一个用意呢 其实让大家可以去思考说 我们到底可以在这个世界中 认识自己 以及认识一个地方 以及认识他人这个过程 许遇到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